解说猫黄复盘TS比赛 无意间透露阿水2000W的身价 粉丝认为他指 TS的夏季赛首战当中 阿水也是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出战 只能让辅助球球再次转型为ADC 代替JKL上场 而这场比赛很多观众也都希望由曾经TS的辅助选手猫黄解说 但是猫黄也是没有参加此次解说 但在自己直播时也是复盘了整场的比赛 可以说是颇有看点 这次猫黄无意间透露出JKL2000W的身价 也正好在这个范围之内算得上是合情合理了 而猫黄作为曾经TS的队员 加上官方解说 他说的这个数据可信性还是比较大的 但同样要说的是JKL也值得这个身价 JKL给TS队伍带来的改变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可以说JKL真正的激活了TS的全部队员 而且阿水作为LPL最年轻的冠军AD 他也非常有潜力而且也非常有实力 能帮助队伍取得更好的成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